今天是5月18號星期四 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那等一下再過半小時 台股就準備佔上一萬六千點 等一下就可能直接跳空 佔上一萬六千點 那你去想喔 你看這三天的走勢 你會發現 台股就準備佔上一萬六千點 等一下就可能直接跳空 你在前兩週的擔心 好像是多餘的 是不是 就是說台股就花了三天的時間 直接佔回到了一萬六千點 等一下就佔上一萬六千點了 就直接佔上一萬六千點 直接突破前高 那你去想 前兩週 為什麼大家都不敢買 就是說為什麼前兩週會這麼的擔心 那其實這個邏輯就跟我們在 近期一直強調的是一樣 其實只要說這個時間點 台股的大方向大趨勢 絕對沒有任何的問題 只要兩件事解決 低階買盤一定會進場 第一件事就是營收的問題 因為說台股電子比重比較高 只要說營收開出來結束 低階買盤一定會去做進場 那再來就是美國債務上限 美國債務上限這件事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你完全不用去擔心 你去分析美國債務上限 這叫做浪費時間 因為說這個東西根本就不可能會發生 拜登是傻子嗎 就是說 明年要總統大選 再怎麼講 他都不可能讓 債務違約這件事發生 那昨天 不就出來聲明了嗎 昨天拜登有特別強調 債務上限這件事 一定不會發生 也不可能會違約 是不是跟我們講的一模一樣 所以美股四大指數大漲 昨天台股夜盤也大漲 等一下台股的現貨 一定也會大漲 所以你了解到這個邏輯 你會知道為什麼我在 今年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2023是多頭循環 跟2022空頭循環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兩件事 你絕對不能用去年的操作邏輯 來去做今年的股票市場 這絕對會賺不到錢 因為說 在空頭市場裡面 本益比它是會一直被下修 一直被下修 可能說跌下來 你去低階 它還有低點 但是今年不一樣 今年是一個很標準很標準的 多頭循環 很多個股本益比 它會一直被上修 所以我一直強調說 很多的電子股科技股 跌下來 你就是去加碼 真的不用擔心 跌下來你就是去找買點 所以我們回過頭看一下指數 就像我一直在強調的 第一季到第二季的爛營收 這會是下半年最好的買點 你去看 等一下就直接佔上了錢高 16000點 所以這個 其實這個邏輯就是建立在這裡 你去看 為什麼我一直說 一定要把握現在這個時間 下去買股票 因為景氣已經連續五顆藍燈了 毫無爭議的谷底 我可以跟你保證 景氣信號燈已經開出了第五顆藍燈 現在去買股票 絕對不會吃虧 你去想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當時我一直跟大家講 景氣信號燈開出了第五顆藍燈 這裡絕對是谷底 這個邏輯就很簡單 你說什麼經濟數據你都不用去分析 你就想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景氣信號燈 它會不會從藍燈翻到黃藍燈 一定會 早晚都一定會翻到黃藍燈 如果說翻到黃藍燈 指數會不會創高 除非你覺得翻到黃藍燈 指數還不可能過萬六 但是不可能 只要說翻到黃藍燈指數一定會大漲 所以現在一定就是谷底 這個邏輯就很簡單 所以我還是要告訴大家 你不要覺得台股說這兩天 漲了五百點好像漲很多 絕對不多 你過一個季度你回過頭來看 這裡會是相對的谷底 你去看日金 如果說以日金指數的位階 換算成台股的話 台股現在大概在一萬八千點了 所以今天跳空上漲 你絕對不要覺得說漲太多 我指數漲太多 個股漲太多 沒有這回事 現在就是景氣跟產業的股底 現在買股票就是最划算的時間點 而且大家要知道 現在景氣信號燈已經開出了 第五顆藍燈 這種機會是可遇不可求 我一直在強調 上一次說出現這種連續性的藍燈 已經是2016年的事了 等於是說你要等到這種連續性的藍燈出現 距離上一次到現在 這已經過了大概是七到八年左右 所以我才會說這種機會是 讓你財富跳升的機會 是可遇不可求 你說要再等到下一次出現連續性的藍燈 可能等個十年都不一定會有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如果說手上的持股還太少 還沒有跟上這次的行情 滿手現金不知道怎麼在這裡去做切入 記得先加入我們的Lite 直接拿起你的手機 用手機的相機掃描這個QR Code 可以直接去做加入 還有或輸入ID WWE178 WWE178 直接加入去做詢問 或是最快的方式 直接打電話進來 因為今天會非常重要 尤其是如果持股部位 不夠滿的投資人 一定要打電話進來 因為這種機會真的是 過了就沒了 尤其是說目前 很多的股票因為說 4月份跟第一季的營收不好 所以在上禮拜 出現比較大的下跌 這都是在目前我們去切入 非常非常好的機會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可以直接掃描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也可以直接加入Lite好友 跟我們取得聯繫 好 那我們就回到個股 既然說大盤沒問題 大盤的機會這麼好 我們一定就是要針對 今年數字最強的股票 下去做切入 其實我在今年一直強調一個邏輯 今年是多頭循環 在多頭循環裡面 只要一檔股票 數字夠強 股價的位階便宜 它一定會漲 因為現在就是多頭循環 它一定會漲 甚至我 有一直跟大家講一個理論 可能說有些人 你比較少聽到的觀點 就是說在多頭循環裡面 除了景氣循環股以外 其他的股票都不需要停損 這是真的 除了景氣循環股以外 科技股 電子股 在目前這種多頭循環的股底 不需要去做停損 跌下來只要說展望好 去加碼就好 真的是去加碼就好 你去看喔 6669的圍影 圍影當時一直在強調 其實說目前的行情這麼好 我們還是要回歸到說 今年的數字最強 我們下去做切入 就是說針對數字最強的股票 下去做切入 6669的圍影在近期的走勢 不是說特別的強 但是它絕對最能夠代表說 掌握一間公司未來數字 它的優勢到底有多大 當時5月10號一根跌停板 當時是4月份的營收雙減 就這麼小小的利空 結果吃了一根跌停板 當時就告訴大家 這裡是一個便宜的價位 一定要去做切入 便宜的價位 而且你去看喔 當時我告訴大家說 6669的圍影 當天的跌停板鎖使 它是便宜的價位 可以去買進 但是你去看當天的籌碼 外資大賣喔 外資在大賣 投信也在大賣 是不是 這一根跌停板 外資大賣 投信也大賣 那你去想 為什麼外資大賣 投信也大賣 4月營收雙減 它還吃了一根跌停板 那我還敢告訴大家說 這一根跌停板 可以去買進 其實這就是掌握數字最大的優勢嘛 因為我知道 我很清楚知道說 它全年的數字要賺多少 所以我會知道說跌下來 它就是一個便宜的價位 所以你去回想一下 當時我是怎麼告訴大家說 這一根跌停板可以去買進 這是非常的具體 而且有邏輯性的跟大家分析 你去看喔 當時就告訴大家嘛 這裡 微影是做雲端伺服器的龍頭 技術門檻很高 所以它絕對可以享有 15倍以上的本益比 15倍以上的本益比是基本 但是你去想 如果你光是知道它的產業 你說 好那它享有15倍的本益比 1000元的股價 位階貴不貴 其實你不會知道 你一定要搭配上 未來的預估數字 當你知道說 2023年 預估要賺82到90元左右 這樣子的未來預估EPS 你就會清楚知道 當時1000出頭的股價 它的本益比只有12倍 現在的股價搭配上未來的數字 本益比就是12倍 最真實的本益比12倍 那既然說它最基本的本益比是15倍 1000元只剩12倍 這不就是便宜的價位嗎 既然是便宜的價位 這裡絕對可以去買進 是不是 1000元 昨天最高 1085 1085 漲幅跟中小型股比起來 非常的小 但是它絕對最能夠代表 掌握數字 我們的優勢有多大 否則你去想 為什麼投信大賣 外資也大賣 我會告訴你 這裡可以去買進 關鍵就在這裡 那你去看 是不是 外資跟投信 隔沒幾天 也開始回補 這就是我所講的 法人他們有封控的機制 有時候他們去賣股票 不是說他們真的不看好 而是說他們被迫式的要去做減碼 但是減碼一天 是不是就回不回來了 往上拉 包含像當時的 9939的紅犬也是 紅犬的漲勢不是說最強 但是它也最能夠代表 產業加數字的優勢 當時5月10號也是出現 第一季的利空 第一季的營收年減17% 市場把它視為是利空跌下來 記不記得當天我講了一句話 當天的紅犬沒有鎖跌停 太可惜了 如果鎖跌停 我一定 我們買進的時間又再更長 結果當天就直接收一根下影線 就像我講的 第一季的營收爛 這不就正常的事嗎 合情合理 因為對於很多產業來講 第一季跟第二季就是谷底 谷底營收爛 有什麼關係 這就是在正常的範圍 但如果說全年的數字漂亮 谷底在第一季營收衰退 這就是最好的買點 所以你去看 為什麼我會知道說 紅犬在第一季營收衰退這麼多 它可以去做買進 關鍵就在這裡 紅犬它是做飲料 一些鋁箔包的代工 今年要賺8到9 你去看第一季營收這麼爛 但是今年的預估數字 可以到8到9代表什麼 不就代表它的旺季 在第三季跟第四季 說好今年數字這麼漂亮 結果第一季數字很差 就代表第三季跟第四季 它會出現爆發式的成長 所以這裡去買進 一直到昨天有沒有 最高到102 從94到102 這一段的漲幅 不是說特別的大 但是它絕對最能夠代表 產業加數字 我們的優勢到底在哪裡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現在的行情真的很好 尤其是目前這種 多頭循環的出生段 你錯過了這一次 你去想一個簡單的邏輯 上一次出現這種 連續新的藍燈 經過了七年 足足七年 你說錯過了這一次 下一次出現這種 連續新的藍燈 超級大買點等多久 不知道 如果說景氣都不錯的話 等個十年都不一定會有 所以真的好好把握 3363的上全也是 你去看 上全 上全也是 掌握它的未來預估數字 掌握它的產業 跌下來 輕鬆找買點 輕鬆買嘛 跌破30元等買點 當時4月25號講的 隔一天 開低走高鎖漲停 4月27 第二根漲停 4月28 第三根漲停 來到38.8 跌破30 租租三根漲停板 5月2號告訴大家 這裡太貴 先不要去買 等跌破30元 5月12號 跌破30元之後 當天開低走高 當天跌破30元走高鎖漲停 隔一天 接近漲停 本週二 觸及漲停板 最高到38.55 是不是 一模一樣的手法 跌破30元 三根漲停板 跌破30元 三根漲停板 你說第一次 好 可能是運氣好 可能是湊巧 第二次 總不是運氣了吧 所以這個數字 30元這個數字 它就是產業 搭配上未來預估數字 得出來的產物 很輕鬆 六根漲停板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現在的行情 你絕對不要覺得說 台股在兩天漲了500點 加上今天的漲幅 可能會超過700點 在三天漲了700點 覺得很多 我跟你保證 絕對不多 現在是股底 景氣的股底 產業的股底 一定要好好把握 所以持股還沒有建立到很滿 或是說 滿手現金的投資人 今天 一定要打電話進來 因為今天很關鍵 可能說衝出去 就不回頭了 等一下利用廣告的時間 先打電話進來卡位 或是說先加入我們的 LINE的社群平台 小老鼠 WE178 WE178 我們先進入廣告 好 我先提前恭喜所有的觀眾朋友 等一下在15分鐘過後 通通都大賺 等一下在15分鐘過後 指數就直接跳空站上了 16000點 這大概是不會改變了 所以你去想 為什麼當時我會這麼篤定的 告訴大家說 指數早晚一定會上萬 這就是一件 百分之百確定的是 這個就是 也沒有什麼爭議性 也沒有什麼好分 就是早晚一定會佔上16000點 因為現在景氣就是在谷底 六顆藍燈 五顆藍燈 已經五顆藍燈了 這絕對就是谷底 所以大家你就想一個簡單邏輯 就是說 從藍燈 它一定會一路回升到紅燈 那從藍燈回升到紅燈的過程 我們的資產 是可以跳升 翻好幾倍 翻了再翻 因為說這種機會 不是說你想要有就會有 而是說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時機 這個時機過了 其實真的就沒了 我覺得他說 很多人其實 一輩子都是在等說 這種連續性的藍燈 終於來了 當然就是要去做大賣 否則你說為什麼 2016年一直到現在 連續性的藍燈 也不過就是出現幾次而已 上一次就是出現在2016年 所以這一次真的要好好把握 這裡就是一個相對的低點 所以其實大盤沒問題 我們就是回歸到個股 只要說數字夠強的股票 在這個時間 它的空間真的會很大 甚至說稍微有一點轉機性的股票 它也會吸引到很大量買盤進來 尤其是說一些 在第一季營收不好 那全年數字漂亮的股票 它因為說第一季營收的關係 而跌下來 這種股票空間反而會更大 因為我一直在強調 行情好 但是行情好的時候 我們要追求的 就不是說賺什麼3%5% 而是要賺個50%60% 要對得起行情嘛 所以你去看 我隨便舉掌例子 其實在目前很多的股票 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不錯 位階非常的低 你去看 像是316的金雀 隨便舉掌 今天都有可能會拉出長紅K 金雀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因為它在第一季是虧損 第一季是虧損 所以它股價從64元 一路跌到了50元 這一段 它就是在跌它第一季的季爆太爛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講 金雀這檔股票 它是做電動車電池的電池盒 它是一檔非常標準的轉機股 雖然說第一季的季爆不好 但是只要在第三季或第二季 開始轉虧為盈 它的爆發力會非常非常的強 那以目前電池盒的事況來看 精確它在下半年 有虧轉營的機率 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像這種股票 它因為第一季的營收不好 而下跌 但是在下半年 爆發力很強 這裡就可以下去做切入 接下來爆發力就會很不錯 所以這就是 大家可以去驗證一下 這就是我要在強調的 第一季的營收爛 這不代表什麼 如果說下半年的營收好 這反而會是一個非常好的切入點 所以像是精確 它就是很好的例子 316的精確 第一季虧損 但是下半年 非常高的機率轉虧為盈 這就很值得去做切入 所以相關的邏輯 或是說 你手上的持股 還沒有買到很滿 今天一定要 把握這樣的機會 今天 直接加入我們的Light 直接打開手機的相機 掃描右下角的QR Code 可以直接加入詢問 如果說滿手現金 不知道怎麼去切入 還能夠買什麼樣的股票 你直接加入詢問 或打電話鍵來詢問 因為目前能夠買的 真的太多了 絕對不怕你買 我們目前在手布局的 就至少3到5檔左右 所以你看 包含像是3037的星星 星也是 星星這種位階 記不記得當時什麼跟大家講 星星這種位階跌破140 你就閉著眼睛去加碼 有錢你在140以下 你就一直加一直加 加到滿了就續爆 它一定會漲上去 今年原本是預估15到16碼 當時稍微的下修 修到12到14 就算要賺12到14元 不到140的本益比 也不過就10倍出頭一點點 大概是11倍左右 11倍的星星它是AB4宅版龍頭 絕對是不合理 所以140以下去買進 這裡絕對不吃虧 是不是 162 昨天又在大漲 166.5 你這樣回過頭來看 這裡是不是一個非常漂亮的買點 你在當下你看 你不會覺得這裡是什麼好買點 你會覺得這裡 這就是一個很漂亮的M頭 M頭就是要往下回跌了 但是你回過頭來看 這裡就是非常好的買點 一路往上拉166.5 那為什麼我會知道 140以下可以去大買 可以閉著眼睛去大買 因為我知道今年的數字 今年要賺14元 所以14元不到140 非常的便宜 所以其實在現在的行情真的是 因為現在多頭循環 多頭循環掌握數字 優勢真的非常的大 我們只要挑選這種數字夠強 股價位階便宜的股票 震盪不用怕 也絕對不用怕它不會漲 因為現在是多頭循環 所以像是微強店也是 你去看喔 這種都是數字夠強 絕對不用怕它漲不動 90元以下 微強店今年要賺9到10塊錢 9到10塊錢其實 10倍本益比絕對是合理啦 90以下買一次 跌到80元再買一次 往上拉93 昨天 再半根漲停板 最高來到98元 這是不是就像我們講的 在多頭循環裡面 數字夠強的股票 跌下來 就去加碼 跌下來就去做加碼 90元80元一路往上拉 所有部位全部都獲利 包含像是昨天的華爾福 6235的華爾福 當時一直跟大家講 這種股票 你不要覺得它漲太多 漲多不代表它很貴 就是說很多人會有一個迷思 就是說 一堂股票漲多了 漲高了 它就叫做貴 絕對沒有這回事 而是要去看它的獲利 看它今年的獲利 能不能支撐起它現在的股價 如果說今年的獲利真的很漂亮 有些股票漲個50到60% 也不嫌高 所以你看像這種股票 我們等不到一個比較好的切入點 我們就是一樣是要回過頭來 去看它的數字 今年要賺6到7塊錢 6到7塊錢 就是因為上下的股價本益比 其實就15倍左右而已 以15倍左右的本益比 對比上Tesla測用顯示器 這個價位絕對不貴 是不是 昨天一根漲停板 包含像加登也是 2024預估要賺25 以25元來講 330的價位本益比只有13倍 加登它是EUV的寡讚廠商 13倍絕對不合理 昨天是不是 又一根漲停板 所以在這個時間 機會真的非常難得 所以一定要好好把握 這種機會錯過了 真的就沒有了 所以不論說你是手上 滿手現金不知道怎麼處理 或者說持股還沒滿 今天盤中時間 一定要打電話進來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給大家看 請訂閱 謝謝 各位 請訂閱